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之二轰隆 汉尼巴博士在听音乐会的时候 对台上一位乐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音乐会结束之后 汉尼巴博士把这位乐手给杀了 然后请乐团的成员吃了一顿大餐 宴会刚结束 联邦调查局探员爱德华就来到了汉尼巴家 爱德华一直在调查一个变态杀人狂 作为这件案子的顾问 汉尼巴会经常和爱德华在一起分析案情 最近爱德华经过缜密的分析 发现这个凶手是个吃人的死变态 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跟汉尼巴说了之后 希望能够得到对方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汉尼巴一听 这尾巴根就窜上一股凉气 意识到再让这哥们胡思乱想下去 肯定得出大事 汉尼巴说老弟今天太晚了 我有点困了 如果你不打算在这睡 那这件事咱明儿再说了 趁着汉尼巴去给自己拿外套 爱德华开始在屋里下悬崩 这个时候他无意中翻到了一本关于烹调的书 当他正在调整思路的时候 汉尼巴突然给他来了一刀 不过这爱德华也不是白吃饭 顺手抄起旁边的雕龙剑 也给汉尼巴来了一下 最后是两败俱伤 谁也没占张便宜 汉尼巴被判了终身监禁 而爱德华也辞职不干 多年后的一天 联邦探员王德华来到了爱德华家 俗话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王德华之所以来找爱德华 是因为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变态杀人狂 作案手法跟汉尼巴很像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 有两家人相继被杀害 警方至今是毫无头绪啊 王德华希望爱德华能提供一些汪路 毕竟以前他跟汉尼巴是老书人 对变态杀人狂的了解 比一般人都多 本来爱德华是不相关 但当他看到被害人的照片之后 正义感油然而生 作为一个丈夫和孩子的父亲 他实在无法做到羞辱旁观 王德华说 这孙子都是在满月的前一天杀人 按照这个规律 在他下次杀人之前 我们大概还有三周的时间 爱德华的老婆知道 王德拜这孙子来肯定是没好事 希望爱德华不要好了成包了他 多想想自己的老婆孩子 爱德华说 我要是不去 咱这电影就没法往下演 为了找到线索 爱德华首先来到了 位于亚特兰大的被害人家里 其他线索都不重要 关键是受害人家里的镜子 全都被凶手打碎了 根据在现场得来的线索 加上自己的头脑风暴 爱德华很快便发现了 这个变态杀人狂的一些特点 凶手在实施犯罪的时候 希望旁边所有的人 都能够见证这一刻 顺着这个思路 警方很快在受害人的眼皮上 找到了凶手的指纹 按照爱德华的推断 凶手的主要目标 就是这两个家庭的女主人 换句话来说 凶手是一个 专杀女人的变态狂 而家庭的其他被害成员 只不过是凶手稍大脚的事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 这两个被害家庭 住在不同的州 彼此也不认识 凶手的杀人规律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会选中这两个家庭 警方目前所掌握的线索 只有凶手留在 被害人身上的咬恨和指纹 除此之外 这个被新闻媒体 称之为牙仙的凶手 再也没有给联邦调查局 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 为了进一步摸清凶手的规律 王德华建议爱德华 去找汉吉巴求助 起初爱德华是拒绝的 但经不起王德华的忽悠 最终还是同意 根据精神病院领导 背头书的介绍 心理测验对汉吉巴 根本就不管用 也就是说 虽然他表面上显得很平静 其实早就恨死爱德华了 对于爱德华向自己求助这件事 拔叔很痛快的就答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利用这件事向爱德华复仇 不过他也清楚 如果不给爱德华一点有用的 对方很快就会对他失去兴趣 所以拔叔的策略是 尽量误导爱德华的调查方向 但同时也会透露一些凶手的信息 不过这些信息非常的隐晦 如果智商不够琢磨不透 对破案基本上没什么用 转过天 爱德华来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受害者的家 找到了一盘家庭录像带 录像带里记录了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他企图从录像中找出一些能吸引凶手的地方 但是一无所获 随后爱德华又来到了位于伯明汉的另一个受害者的家 经过一通下悬末 爱德华在一棵树上发现了凶手刻下的一个中子 这也说明凶手在坐腕前 曾在这棵树上观察了很长时间 这个时候 影片插入了一个关于凶手的情节 原来这位叫牙仙的哥们 从小就被他奶奶虐待 因此长大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死变态 在他的保险柜里放着一本厚厚的日记 上面不仅记录了他崇拜红荣的信息 还有很多关于爱德华和汉吉巴的消息 另外还有一个专栏作家分头数 这哥们毫无职业道德 只要是能搞到新闻 什么缺的事都干得出来 凶手那个叫牙仙的绰号就是他给起的 对牙仙来说 拔叔就是他的偶像 他希望自己今后也能像拔叔那样 干出一些更加变态的事 既然不能流芳千古 那也得遗仇万年呢 总之无论以什么形式 必须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爱德华再次拜访汉吉巴 这次汉吉巴给爱德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关于那个红龙的来历 根据汉吉巴的提示 爱德华来到图书馆 很快就找到了关于红龙的介绍 爱德华走了之后 按照规定 汉吉巴可以跟自己的律师通十分钟的电话 不过这个电话似乎并没有被检听 因为汉吉巴并没有打给自己的律师 而是利用欺骗的手段 拿到了爱德华加油箱的地址 变态杀人狂 牙仙是一家公司的孤门经理 在工作中一来二去 跟同事春花产生了感情 春花是一位盲人 跟有纯恶劣的牙仙 都属于有生理缺陷的人 因此两人很快就打得火热了 单位的狗胜一直想占春花的便宜 但始终没能得手 在对汉吉巴牢房地形检查的时候 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张纸条 是牙仙写给汉吉巴的信 这张纸条被夹在卫生纸里送进来牢房 牙仙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拔叔的仰慕之情 并且对追查自己的爱德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最后牙仙指引拔叔 可以通过报纸上的寻人启示跟自己联系 随后警方对报纸上即将登载的一套广告展开了研究 并且最终破解了密码 汉吉巴的意思是让牙仙去把爱德华一家里杀了 在报纸发行之前 警察派人把爱德华的老婆孩子接走了 爱德华的老婆说 这过的什么日子 整天提心吊胆的 不是睡不着觉就是被瞎尿 汉吉巴计划失败 工作人员把他牢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收走 为了防患于未然 爱德华开始叫老婆打手枪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铺垫 在最后的一场戏里显得合情合理多了 为了激起牙仙的愤怒 从而引蛇出动 警方利用记者分头书 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侮辱牙仙的新闻 并且故意把爱德华住的地方透露出来 看到报纸上的新闻 这牙仙显得出离的愤怒 他首先把写这篇稿子的分头书给绑架 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 正常人是很难理解的 牙仙不仅在分头书面前 展示了后背的红龙刺青 还让分头书念了 由他亲自替分头书撰写的畅伟词 最后把这个无良的记者给杀了 听了牙仙寄来的录音带 大家伙都陷入了沉思 这爱德华没办法 只好再次去请教汉吉巴 汉吉巴说答案就在你的眼前 只可惜你没有仔细看 汉吉巴的这句话很重要 爱德华直到最后一个 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牙仙为了满足心上人的愿望 带着冲花去看大老虎 两人因为这场戏 感情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回到家里就开始闷闷闭闭了 但牙仙毕竟是个精神病人 第二天一早就犯病了 认为他崇拜的红龙 要把冲花从他身边夺走 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 牙仙来到了博物馆 打伤管理员把那张古董花给吃了 根据汉吉巴的提示 爱德华观看了 博明害受害人一家的录像带 录像带记录的内容 跟亚特兰大受害人一家的差不多 都是一些生活中的琐事 根本看不出什么猫腻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凶手对被害人家里的情况非常熟悉 根据这个线索 王大败和爱德华怀疑 可能有一些服务人员 曾去过受害人家里 这个时候爱德华团灵光炸钱 从录像带里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一家名叫 纯色的录像带服务公司 也正是牙签工作的那家公司 原来牙签在公司里 专门负责维修转换录像带的设计 而这两家受害人 都曾经把录像带交给纯色公司转置 因此牙签可以看到 每个客户家里的情况 爱德华和王大败 正在跟纯色公司的主管沟通的时候 刚好被回单位败事的牙签也看到 这哥们意识到大事已去 于是便开始破缝尽周 晚上同在纯色公司工作的狗盛 正在勾引春花的时候 牙签突然杀到了 上去就把自己的同事给干掉 然后又绑架了春花 回到家里 牙签就开始往屋子里泼汽油了 春花虽然看不见 但意识到可能要出大事 为了保病 他开始忽悠牙签了 希望牙签能带自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牙签虽然是个精神病 但智商比一般人高得太多 春花那点小心思的一眼就看出来 牙签点着汽油之后 春花当时就吓脅 随后只听见碰的一声 牙签就再也没有动静 警察赶到之后 春花说牙签已经吞枪自杀了 表面看上去这一切都结束了 可没过几天警察就发现 屋子里找到那具烧焦的尸体原始狗生 当爱德华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牙签已经把他儿子给控制了 爱德华利用牙签是精神病的特点 开始用牙签奶奶的口气 咒骂这个倒霉的孩子 最后终于把牙签骂几眼了 他推开孩子扑向了爱德华 两人对射了几枪之后 这爱德华明显没有牙签扛揍 这个时候 爱德华老婆打手枪的技能 终于派上用场 彭彭两枪就把牙签给查了 红楼是沉默的高阳的前传的 在影片的最后 主管背头书给汉尼拔带着这个消息 说一位年轻的FBI探员朱迪福斯特 希望跟他见一面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牙签嘛 儿时心里有阴影 长大一定很生猛 教育孩子要耐心 无知家长醒一醒